俄罗斯在远东举行的东方2022联合军演在9月1号正式登场 参与军演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等13个国家 俄国国防部表示东方2022是要进行兵种之间的各种行动演练 以确保俄国与盟国在东部军区管辖区的军事安全 俄国还声称将会有超过5万名兵力 超过5000件武器和军事装备 包括140架飞机60艘战舰等参加演习 中国解放军也大举出动陆海空三军的兵力 参加军演 外界认为这是中俄合作的一大指标 专家则认为俄中军演除了要与西方互别苗头 俄国还要告诉全世界他们还有朋友 因为中国和印度愿意派出部队参与 这对俄国来说是正面讯息 但美国政府并不会对这场军演感到忧心 同一时间美军也分别在南韩与日本进行联合演训 美韩8月31号在南韩罗德里格斯实弹演习场 重启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战地实弹射击演练 动员陆空部队实施迫击炮射击 美国与日本从8月28号到9月9号 也在九州举行代号东方之盾的联合军演 而选在九州离岛军演就是为了牵制中国解放军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麻山泰郎更表示 如果台湾有事日本很可能会发生战争 因为如果台湾开始拨火 难以断言冲绳岛的宇纳国岛 以及洛尔岛的舆论岛不会成为战斗区域 这些地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高 他还提到乌尔战争显示联合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要思考该如何因应 而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的决心 没有人会来相救 这一点也一定要知道 欢迎去台湾联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